太阳,太阳是太阳系唯一的恒星,也是离我们最近的恒星,可以说是太阳系的主虚星,太阳系98%的质量都在太阳,而这当中有75%是氢,25%是氦,这些元素同时也是构成其他行星的重要元素。 太阳和其他恒星一样,是一间巨星的化学工厂,它们的核心处方可反应,把宇宙最初的元素氢和氦,变成各种物质,以及重型元素,这些物质也就是宇宙的基础材料,并由这些基础材料形成行星,彗星等兴起,虽然太阳是离地球最近的恒星,不过地球与太阳的距离唯一5000公里, 太阳所发出的光线,需要8.3分钟才能到达地球,太阳的直径有139万公里,质量是1.989乘以1310公斤,核心部分温度高达1500万K,压力是2500亿大气压,把内部的气体部分都压缩成液态,太阳表面的部分则成为光球,温度约为6000K,而黑则则是太阳中较低温的区域,约4000K, 太阳内部的核融合反应,将轻转化成海,这当中产生了巨大的能量,根据估计大约是3.86,成义是23000W,这些能量带来了光和热,太阳除了放出光和热之外,还会产生密度很低的带电粒子,就是所谓的太阳风,其磁层则成为太阳风层, 一般把太阳系的范围定义为太阳四层涵盖的范围,之外就属于其他恒星的区域了,这个范围远远超出迷茫星之外,而太阳风以每秒450公里的速度运行,便积太阳系每个角落,太阳风强盛时所发出的更高能量粒子,甚至会干扰地球的无线电通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